我請教董老師 現在西太平洋一方面變成 國際有特別關心的超級軍火庫的同時 另外一方面 中國的局勢很複雜 華爾街日報今天有專題分析 認為習近平今年的困難重重 特別是政治經濟跟社會的困難 然後緊接著外界關心的是 他的軍隊跟軍權到底穩不穩 是的 習近平在2023年 他會困難重重 我們先從這件事情看起來 就是說每年早的話1月2號 晚的話1月4號 這個中共都會發好 所謂的中央軍委主席一號令 可是現在已經1月17號了 過了兩個禮拜多了 怎麼這個中央軍委主席一號令 還發不出來 這個命令是怎麼回事呢 他其實是習近平所創造的一個花招 我們知道就是說 習近平進行這種軍事體制的改革 改革了之後呢 從2018年開始呢 每年固定的新年一開始的時候呢 習近平就發這個所謂的 這個軍委主席一號令 內容是什麼 無非是備戰打仗 講到要隨時能戰 要打勝仗等等 它其實就是一個軍事的訓練命令 一號訓練命令 可是這種訓練命令呢 習近平發出來之後呢 中共的三大媒體 代表黨的人民日報 代表政府的這個新華社 代表這個軍方的解放軍報 一定把他擺在頭條來把他報到 好所以這種規格呢 從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過去五年來都是這麼幹的 習近平過去幾年你擺出這種窮兵獨舞的樣子 世界各國認真了 當你是真的 所以正在 這很迅速就組建出 這不是八國聯軍 這是多國 多於八國 好多國的多國聯軍 迅速的組建 已經組建起來了 這是實際 這是非常具體的狀況 那你習近平要怎麼辦 這個是從外界來看 對外 從內部來說 你現在習近平 真的你在這個時候 你還要口口聲聲去強調 要備戰要打仗嗎 所以說從內從外來看 這道命令不發也罷 所以說這個華爾街日報 才會說習近平今年 他困難重重 你二十大連任 你連任以後呢 你現在要面對的是 海嘯式的疫情 又再次會阻斷你中國內部的供應鏈 以及你現在醫療齊缺 人民死傷慘重 然後憤怒 就是說這個中國老百姓 對習近平的憤怒 一天比一天升高 你習近平的聲望 已經違在旦夕了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辦 結果這個時候呢 這個外國 譬如說美國 譬如說德國 其實包括我們台灣的蔡總統 都說你是不是需要醫療 一些協助 我們可以協助你 中共全部拒絕 全部拒絕就算了 買那個輝瑞的那個特效藥 又給他亂開架破局 所以說買不到也沒藥 那你這樣子 所以說現在中國社會 現在非常的憤慨 好 一個重大的問題 到底中國到底死多少人 1月14號我們還記得 那個中共的衛健委公佈 從12月到1月中 死了6萬人 結果呢 中國大陸呢 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寶貝 這個寶貝叫做 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的館長 黨委書記 蔣云忠 他公開是這麼說的 他說2021年 我們死了1000萬人 再多死個500萬 也不過是增加50% 也就是原來是死兩個人 現在只是死三個人 這為什麼不能接受 結果呢 他這個文章 一在網路上 傳開以後 中國大陸炸鍋 憤怒 可是他告訴我們 兩個事實 原來2021年 你們中國是死了1000萬人 原來2022年 是死了1500萬人 所以今年要死多少人 還不知道 所以外國的專家呢 其實已經在評估說 是不是這一場海嘯式的染疫 然後呢 醫療的崩潰 是不是從重演60年前的 1958年的那個大藥禁之後的 大饑荒的死亡 最大規模的死亡事件 中共現在正在經歷 1958年大藥禁三面紅旗 對不對 到底死了多少人 到現在還是中共的國家機密 他不敢公布 外界的評估 大概2000萬到4000萬人 那是不是如果這個海嘯式的染疫 如果是這樣捲動下去的話 他真的是有可能超過2000萬到4000萬 那是更大的人類悲劇 也是更大的中國的悲劇